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明和院长是在民国93年 我担任云县医师公会理事长的时候 吳明和院长担任成大抖六分院院长 因为AO上的关系 我首先才认识他 那觉得这个学长非常的优秀 那吳院长也在三年后 离开成大抖六分院 回到成大医院当教授 后来在受病台南市立医院当院长 目前是台南市立医院的荣医院长 那吳院长期班是63期 多很多期 但是他最主要的兴趣就是打网球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辞呈网球场上 虽然曾经被受伤开过道 但是不减他的英姿 那目前吳院长在外科方面的领域非常的多 他包括主要是以胸腔外科为主 但是其他的科他都可以开得很好 目前虽然以这么资深的年纪 还是继续在开外科的道 我的老二儿子曾经在他的科北担任了六个月的小助手 非常谢谢吳院长的栽培 第二位是张兆龙学长 张兆龙学长职业与新领 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 那张兆龙学长也曾经是国防医学院校委总会会长 我也是因为在校委会才认识他的 那张兆龙学长这几十年来做的妇产科 是全国在妇产科界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他的梧桐文美首创与台湾 虽然是以国防医学院之资 但是比台大其他的医院更优秀 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非常的尊敬 那这两位学长我们推荐给国防医学院大外科 希望在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留下一点点的记录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经验传承给我们学弟妹大家共同 下午谢谢